好 接下来看到的在疫情的部分 好 我们可以看到持续呢 是朝着这个已经是共存解封状态 那么室内是不是可以脱口罩呢 大家也关注 现在可能再倒数了 因为中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呢 在2号的记者会也宣布 第二阶段的口罩松绑政策 相关的实施细节会公布 不过其实王毕盛指挥官日前就透露出 初步规划会比照韩国口罩的开放方向 分为强制要戴建议要戴 还有自主佩戴等等三种的情况 那么专家洪子人就建议大家 其实呢应该还是要在这个表列 应该佩戴的场合 并且还要定期检视再逐步来缩减 同时大家也问一问 什么时候能够来完全全面的解封 现在呢在新冠的部分也传出 有可能在5 6月份有可能会来降级 那么在6月份全国解封 这也是跟国际的时间是差不多符合的 而另外在入境检疫放宽有症状才快筛 专家李宾宁认为国外的新变异主 一定还是会持续进来 但是大部分都是轻症为主 所以也让大家不用太担心 但是还是强调如果说呢 世卫组织决定要解除紧急状态 那么这个时间点台湾就能够讲起 民众在室外已经可以脱口罩大口呼吸 而室内能不能也脱下口罩 指挥官王毕尚表示初步规划将比照 韩国开放的模式也就是分为三个区块 包含强制佩戴口罩的区域 例如大众运输还有自主佩戴 以及建议佩戴的区域 像是人潮密集的电影院 专家洪子仁认为应该要先正面表列 佩戴口罩的场合 并且每两周检视一次 再慢慢减少规定区域 如此一来预估六月后台湾口罩令 有望全面解封 戴口罩的话在特殊场合 可能还是需要维持像医院 医疗单位或者是传照机关 从二月七号起入境零加七也松绑 入境者与接触者改为有症状才快筛 但是专家黄利明预估年后的疫情 很快就会达到高峰 预估届时单日确诊会突破六万人 外界担心再松绑 可能更容易让国外的新病毒 加速入境社区 目前这一波的在社区中的流行 主要是以VA.2.75为主 但是我相信这波的第三波的这个疫情 应该也不会高过前两波的一个情况 另外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强透露 WHO将会在四月份开会决议 是否解除紧急状态 至于台湾则是希望可以在五六月 调降新冠肺炎的法定传染病等级 解封的时机是比欧美国家稍微晚一点 所以我们解完全解封的速度 也会稍微晚一点 不过大致上来讲 全世界如果宣布降级的话 当然台湾也可以跟着宣布降级 李明表示如果新冠肺炎顺利调降到 第四级法定传染病 指挥中心甚至也有可能降级或是解散 但是提醒民众病毒没有消失 还是得做好防疫确保自身健康 记者张佑慈王家于台北 双方报道 上入微波炉加热 真的暖心又暖手 记者综合报道 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跟陆委会主委 抽泰三说好 在二月号要在立院来见面 讨论小三通 结果一度被放鸽子 因此陈玉珍等不到人气得 来质问陆委会人员到底什么状况 直接冲进去 但是一度被困在电梯有些尴尬 现在主要就是要来针对在小三通的部分 也提出了三项诉求 希望能够申请手续简便化 开放台积人士使用 还有增加小三通的航班 针对两岸直航航点恢复的问题 大陆国台办在一号也证实 在大陆航空的部分 已经透过了海峡两岸空运的协议来联系 同时也表示说 现在疫情其实已经比较稳定了 所以希望可以考虑来恢复 包含了广州等等16个城市 那民航局也表示呢 说到消息正在讨论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对于这个两岸往返来说 过去呢是十分的频繁 有71个直航点 但是现在只剩下北京 上海 成都 厦门 等四个 所以要回来 不止机票贵 两到三倍 同时很麻烦 所以现在呢 在大陆航协也含请了恢复16个航点 也许呢 很快就能成熄 蔡政府执政之后 两岸关系冷冰冰 再加上疫情冲击 两岸直航航点 从原本的71个 减到现在只剩下 北京 上海 厦门 成都四个航点 大陆航协 含请恢复 广州等16个直航点 我方民航局讨论当中 希望双方人可以能积极合作 来评估 不只是这16个航点 如果资讯越多 越透明 政策越稳定 那我想它的速度就会越快 但当台湾对外国人入境 免隔离 甚至将要免筛减 台商回家的路却很遥远 以前机票费 两千二 两千五左右 现在一张机票 光单趟就要六七千 单方面的限制 大陆对台湾没有限制 香港对台湾也没有限制 可是台湾对香港跟大陆 却完全都封闭 所以我是觉得 好像不是很对等 我们从大陆回来 大部分绝大多数 都是我们台湾的同胞 有差别待遇 也不是惩罚别人 是惩罚我们自己的同胞 2019年 陆客创全球 2550亿美元公共财 约7兆5705亿台币 台湾约1186万人次的旅客 大陆就占了271万人 当全球狂抢陆客观光财 有96个国家 没有任何防疫限制 张开手欢迎陆客 当各国旅客都能来台 唯独陆客被挡在门外 越限制它 越不开放它 我们会上市很多这个机会 陆客是来消费的 全世界各国都欢迎 大陆的陆客去观光 因为他们观光可以带来采买 住室 交通 旅游 还有一些礼品 这是对我们台湾来讲 是个正面的 绝对不是负面的 海商心理想得不公平 恐怕不好挂嘴边 只好向政府喊话 快增加直行点 全面开放萧三通 并对陆客解信 否则不但挡到自己人 也害惨了光光赏几 记者谢宏如陈宇 SNG小组 台北报道 好 现在呢 大陆官方向我方的美航局表达 希望呢 能够来恢复两岸16个直行点 陆委会主委邱太三说 因为大陆疫情起伏 扩增航点一定的风险 要来做评估 对此国民党立委陈宇珍表示 恢复两岸的航点 这是攸关台商的权益 也希望新隔阔上任之后 能够有正面法载 因为两岸这个航线的这个 往来 事实上攸关的是台商的权益 对台商是便利的 民航局之兵 这个也没有技术问题 那既然很好 如果航线有开始提出要求 那就表示一个互动的开始 因为这个下去包括两岸之间 包括比如说2025大灯的这个 厦门大灯的机场即将启用 这个中间和金门的这个 上一机场之间 会有一些这个 飞碗上面需要互相沟通的 这个部分 那如果航线这边已经开始 有在互动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现在我们换了新的隔阔 新的内阁了 那应该会有一个 希望有一个新的正面的发展 毕竟这个是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 好 民意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